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 基隆市长林永昌 昨天宣布基隆新增了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是一名40多岁的桃园机场防疫计程车司机 已经送卫福部基隆医院来诊治 在1月18号的事务会议后记者会上 基隆市长林永昌宣布 基隆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确诊者是一名40多岁的桃园机场防疫计程车司机 去年12月底已经完成3剂疫苗施打 1月17号 在每三天一次的定期裁检中阳性确诊 最新CT值为12 研判是近期感染 他曾经在1月4号 1月7号 1月10号 1月13号 裁检都是阴性 那在昨天17号 是裁检是阳性 那这个个案 他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 而且他也已经在去年 12月22号完成了 第三剂疫苗的一个施打 那目前我们已经把它安排 安置在布立基隆医院 他除了载运机场检疫对象之外 他还有承接桃园市卫生局所列管的各种检疫对象的输运业务 那他并没有载运一般的乘客 那这个个案他平常大多都呆在这个防疫计人车上面 那三餐大多都是叫送在车上来用餐 那他只有在担任值班人员的时候 会在航下的上课处来协助引导乘客以及车辆 那也因为他是担任车队的一个组长 所以他每二到三日呢 他会短暂的回到机场的第一航下 跟第二航下的车队休息室 来协助处理行政的这个相关事务 由于这名防疫舰车司机与妻子及两名儿子同住 1月15号返家休息时 还与家人有过互动 金融市卫生局紧急在1月17号 安排三名家人裁检 PCR皆为阴性 目前皆居家隔离中 因为个案 他在春节的这个专案的期间 防疫的车队工作量是暴增 所以他近期大概只有在 这个月的13号跟15号 曾经回到金融的住所 那13号因为他是白天返家休息 所以他并没有跟家人接触 那15号呢 他是有短暂的跟家人有相处 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跟家人相处的时候 并没有佩戴口罩 那我们昨天中午接到这个通知之后 马上在两点的时候 就安排这个同住的妻子跟儿子 三个人去进行裁检 那裁检的结果也已经出来 三位都是阴性 那目前都是采取居家隔离的一个处置 金融市政府方面表示 后续疫情调查 接触者匡列等防治工作持续进行中 牛昌也再次提醒民众 面对疫情不能掉以轻心 若是戴口罩勤洗手 做好自我防疫工作 才能保护自己及家人的安全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导 而近期这个淘机疫情持续蔓延 引发民众强打第三剂疫苗 根据统计 金融市第三剂疫苗 施打率到昨天为止已经快达到10% 上周位于金融市立体育馆的大型施打站 引发排队人潮 甚至还有外线市民众专程跑到 金融施打第三剂疫苗 五天下来共服务了8710人 而到1月17号为止 金融市第三剂疫苗施打率将近10% 牛昌1月18号透露 不排除在农历年前再次设置大型施打站 提供65岁以下民众疫苗施打服务 希望在春节前冲一波提升疫苗覆盖率 金融市的第三剂 已经施打了36,027名 那施打率已经来到9.89% 将近10%左右 那因为这个打气的一个增加 所以包括第一剂的施打民众 跟第二剂的施打民众 路路续续也有这个增加 那目前第一剂已经到了81%左右 第二剂到74% 这是目前疫苗施打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在早上 大概也针对我们金融市疫苗施打的状况 那我要求卫生局除了目前已经规划的 包括我们的18岁以下的学童 以及包括65岁以上的长者之外 我们希望能够在农历过年前 来研议增加这个增设 集中施打战 来针对65岁以下的民众 有施打第三剂需求的 来希望增加这个施打的能量 除了我们现有的 四五时间的医疗院所所开出来的能量之外 我们希望还能够继续再增加 那在农历过年前冲一波 希望能够把施打率再进一步的提升 另外林众厂也宣布多项加强防疫措施 包括校园 施工车及市场等地方 呼吁市民配合 快要放寒假 所以我们特别针对 学校的学生的部分 要求在放假之前 全校要进行防疫工作的一个复习 包括相关的一个勤洗手 戴口罩 还有个人防疫的这些动作 在放假之前 所有的学生都要再复习一次 那也请老师要加强的一个 这个督导以及宣导 并且希望我们的孩子 把这个提高防疫的一个意识 带回到家庭里面去 此外包括我们的施工车 还有餐厅等等的一个场所 那施工车加强清销 以及包括像上下车的扶手的这些地方 都要每一个车次完了之后 都要进行擦拭的一个动作 此外餐厅也要确实落实 相关防疫的一个要求 那另外就是市场 市场包括市场里面的电梯 还有电扶梯 我们也都要求产发处 要要求市场进行定时的一个清销 跟擦拭来确保整个环境的一个清洁 牛肉厂也再次提醒符合施打资格的民众 紧速完成疫苗施打 并持续做好戴口罩 勤洗走等个人防疫工作 有效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 而快过年了 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连服务处 连续第六年结合七堵庆祭宫 七堵区公所等多个单位 在庆祭宫的庙城前 举办辉豪赠春联的活动 议长蔡旺连和金融市书道会 理事长吴立勤等人一起开笔 写下银虎年行大运 祝福市民朋友新的一年平安幸福 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连和金融市书道会理事长 并请庆祭宫主委科技标等人一起开笔 写下银虎年行大运 祝福市民朋友们新的一年平安幸福 疫情早日结束 这是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连服务处 连续第六年 在农历过年前结合七堵庆祭宫 七堵区公所 以及华夏艺术学院和金融市社会教育协进会 在庆祭宫庙城前举办辉豪赠春联的活动 第六年 今年是第六年 金融社会教育协会与庆祭宫一起合办的赠春联活动 那由我们议长来主办 那今年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办了一个开笔仪式 邀请了我们的区长 区长秘书 还有我们金融工的主委 还有我们议长 还有我们华夏艺术画院的请秘书长 我们基隆社会教育协进会的理事长 然后一起来写 迎苦年行大运 今天是我们金融工举办辉豪活动的第六年度 那 苦年即将到来 我在这里借着这个辉豪活动的开场 祝福我们地方所有的好朋友们 苦年行大运 大家 生意上如虎天意 然后 身体上 虎虎生风 也祝福今天我们的辉豪活动 顺利圆满 书法名家写的各式恭贺虎年新年的春联 提供给民众拿取 而基隆市社会教育协进会 也特别安排现场表演打鼓秀 在湿冷的天气中 注入一股充满喜悦温馨的暖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教师书画会与极乐寺举办享虎迎春 极乐寺春联会合活动 由基隆知名的诗书大师蒋梦龙老师开笔 中华书法传承协会创会会长潘庆中老师玄空辉豪创作 基隆市教师书画会理事长陈立雪 跟拿出他的拿手绝活 祝福大家五年新大运 脆皮烤鸭和新香料在锅子里翻炒 炒到入味 再倒入番茄青豆 最后加入烟奶 色香味俱全的红咖喱烟奶烧鸭大功告成 而这一道茄子和鸡腿肉在火炉上翻滚 撒上九层塔 同样淋上烟奶 又纸又绿 这一道是绿咖喱鸡 而黄咖喱虾用虾子和黄咖喱入菜 这些红黄绿咖喱做出来的佳肴 现在不用出门就可以吃得到 疫情的关系 今年外带的年菜点月率也特别多 可能是大家都想说 我们的年菜里面都很多种咖喱 咖喱可以吃了以后 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 疫情升温 不少人的年夜饭改买外带 回家大快朵頤 业者见商机推出了红黄绿三种咖喱套餐 让民众身处台湾 却能够享受一国风情 我们常吃咖喱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 也可以排毒 所以在疫情期间 我们就特别推三项咖喱 冬天吃咖喱 搭配南姜香茅等辛香配料 在中医上可以协助气血循环 消炎又抗菌 让民众搭叹美食的同时 还能够兼顾健康 记者黄绍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快要过年了 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 在起让许多基层民众可能会更加弱势 欺读庆祭 跟联续第31年举办东令救济的活动 制证了大约350份的白米 酱油 米粉等民生物资 支助350个弱势家庭 快要过年了 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再起 欺读庆祭公连续第31年举办东令救济活动 制证大约350份 包括白米 酱油 米粉及东粉等生活物资 记住350个弱势家户和民众 也获得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以及张耿辉的支持和肯定 因为很多都在边缘人 所以本庄我看到了 对象都是这两个人 真正辛苦的人 每年我们都有准备 10行300份 今年 今年 在边缘人 这些信道 在边缘人 所以今年增加50元 350元 要送完这些 清涵的人 这些人 希望过一个好客人 所以我认为这个散局 是对我们地方的一个需要 有需要的一些 我们的乡亲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当然在这边 除了感谢这些柯主委带领的团队 的辛劳之外 也要呼吁我们这些好朋友 当然人没有一定 每次都过得非常好的生活 但是在需要救助的时候 也要感恩 曾经受过监督 以后有机会的话 同样能够回归给我们社会大众 作为一个守心向下的人 岁末的一个谈动送 那今天非常多的一些 我们的乡亲家来到现场 那非常感谢我们庆济公 我们群体委员 对我们的 企图乡亲的一个照顾 每次到了这个洞天 都可以送一些物资 来对他们的惯性 庆济公也携请部分学校 和三分局派出所 协助发放部分寄住物资 给弱势加户 也特别感谢学校和三分局的帮忙 而在农历年节前 为了让民众换个发型过新年 金融信义区信律里里长吴明达 邀请爱心关怀意检协会 一起帮里内的扰人及民众 免费换造型 外头冷收收 但里民会堂里好热闹 爱心关怀意检协会 陆续帮民众剪头发 换个发型过好年 过年前戏民众 忙着大扫除 信义区信律里里长吴明达 邀请了爱心关怀意检协会 不但帮里内长者及弱势家庭 免费剪头发 也教导民众正确洗法护法观念 这个疫检让我们觉得说 可以跟人家结好言 而且有一些地方性的 我们有可能这辈子都不认识 因为透过疫检 我们会更认识更多的人 然后来服务大家 也回馈给社会 包括有一些 就是在居家没有办法出来 疫检我们也会到府去服务 疫情期间 为了让我们的相亲 以及长者 有一个环境 在过年前 可以整理一下 与种过个好年 最主要的目的在这里 而且特别感谢 爱心意检协会的全力支持 由于他们的付出 才有我们今天这个场面这样 过年前让民众减掉 三千十的烦恼 里长吴明达送暖 感恩又温馨 爱心地卷 祝大家新年快乐 记者 黄少民金融报道 农历年节将近 不少民众都希望2022年 也可以顺顺利利 对此台北府 陈皇庙 道士团团长 李尤坤 就解析了十二生肖的运势 有哪些生肖 在2022年比较旺 会招桃花 还是需要注意身体健康呢 一起来看看 迎接2022年在虎年该租好哪些准备呢 台北府城隍庙 道士团团长李尤坤解析新的一年十二生肖六年运势 其中包括三大生肖有较旺的运势 还有会招桃花 健康需注意的生肖 提供民众参考 今年我们刚才要说奥 今年如果是好年来说奥 就是奥的也算奥 奥的也算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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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这个三合 三合位 就是在在北京 在外面的形状 我们刚才有说 这个生育员 对吗 这个八两点 还是这个十福点 两点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生育员 可以收拾的 这两个的话 他们的财运 不是羊跟蛇 那么这三个人 就大概财运的比较好一点 少少人都比较好 你若说生育员的人 就说比较有桂林 比较有桂林 头花车来说 我们今年说含底头花 那么譬如说含底头花 生育员的人 这可能比较有桂花啦 头花比较荒啦 头花是什么 头花不一定败啦 头花表示异性炎嘛 人也好嘛 对吧 男人对女人 这个也是异性炎 女人对人都是异性炎 共生共利共和的时尊嘛 手头和手极的人 今天要说身体硬 稍微留意一下 尤其手极的人 你塞兵比较不要去塞兵 这个西方不利 那么这就是说 你今年这两个生意 比较有的关联 所以身体硬 但是不能一概一论 因为这是 这一大方向来说 照顾我们是要用我们的细条 我们的职位命理 或是巴掌命理 才能够看你的大连性 出生在道士家庭 自幼熏习祖传 道法精髓的李游坤 目前在台北府城隍庙 替信众服务 他谈言来问世的 几乎有七成以上 都是因为健康问题 包括身体或心灵上 因此他也大方分享他的建言 我们也常常教我们的信徒 做一些祈福 冥想 祷告 像一个基本的 清正经 然后这样子我们会 教他们 就是你们可以DIY 自己自我消灾祈福 近年疫情影响经济名声 有许多民众为此操繁生活 新的一年除了祈求疫情结束外 也要注意保持自我身心健康 迎接崭新一年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将媒体试读的观念向外延伸 中家吉隆邀请专业讲师 与人爱乐林学习中心的长辈 在线上分享查证讯息的重要性 更教导长辈在疫情期间 运用平板或手机 记录生活的精彩时刻 很高兴能接受吉隆电视台的 这样的一门的课程 那其实刚开始把这个讯息 PO给我们的大哥大姐 他们很开心 因为他们常常都觉得 我会用手机会录影 可是呢每次录的都过场 没办法组合成一幅画 也就是说我这趟出去玩了一天一夜 或两天一夜的一个行程 我怎么把它剪成一个非常有意思 而且达到它要的重点 那今天的课程里面来讲 老师非常的用心 有教大哥大姐们 如果透过像煮菜的方式 什么是挑选菜啊 怎么去洗菜啊 怎么在分裂啊 那怎么组成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菜 一个一顿饭 那范老师呢 范导演他就一直在教长辈们 这部分 简单的下载 比如说是Angel系统 或Apple系统的不同的下载一个 一个软体之下 那如何来操作 把简单的东西 就一直成功 搞定我们的一个摄影的一个模式 让大哥大姐们 他们非常爱漫游 非常爱旅游之下呢 也可以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影片 让他们的家人 跟他们一起做分享 这非常开心 感谢吉隆电视 开办了这一次影片剪辑的课程 也谢谢老师引导我们 认识影片剪辑的重点 和制作影片剪辑的注意事项 同时推荐了一些好用的APP 让我们在疫情期间 可以在家里动手练习 有了新的生活乐趣 那利用练习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回忆过往美好的时光 那留下生活记录的能力 谢谢 手机呢可以有录影 还有一些景深 或者是剪接 镜头的一些观念 那这个的话就带来 给我们一些 学习的一个基本的观念 所以说虽然大家年纪大了 但是能够接受这种新的知识呢 我们应该也有比较多的时间 来学习操作这种新的技术 多多善用 这个自媒体时代呢 手机具备的一个强大的功能 还有很多APP软体 因为商业模式的关系 所以多免费可以免费使用 那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 华时代行动传播时代 那这时候不跟 等待何时呢 鼓励引发长辈 多利用手机与平板记录生活 同时也帮助社区长辈 提升媒体适度的能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有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青搜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这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说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罚钱 还可能触犯行者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耶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 要记得三要准备及欺负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 将可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才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才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 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身 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 不是去聚餐 莫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不口诀都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